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方在赞美 而另一方就走向了另一个奇观 2014年5月17日中午 常年从事长途货运工作的司机李某 带着九岁的儿子出去跟朋友一起吃饭 期间喝了不少酒 酒后开车回家 可他没有想到 这一顿酒将会改变他的人生 几个小时后 李某成为御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追踪的一名嫌疑人 走访拍查工作已经从他家里开始 我们感觉当时见到李某母亲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该是不知道这个事 因为他当时比较惊喜 警察找我们 为啥找我们呢 他不知道这个事 得知案情后 李某母亲知道儿子犯了大错 虽然很紧张 但还是表现得通情打底 2014年5月18日上午10点多钟 一个投案自首的电话突然打到刑警大队 来电者正是嫌疑人李某 几分钟之后 李某出现在警方面前 从一名普通的货车司机 到一名犯罪嫌疑人 时间近跨越了17号到18号的十几个小时 而李某从平静突然变得疯狂 则是在一段更短的时间里 李某究竟做错了什么呢 2014年5月17日下午2点多钟 御田县医院急救中心接到一个电话 说有人在县城郊区的董庄村 受伤了 伤情严重 请求出车救援 董庄居县医院只有三四公里的路程 120接救车及时赶到现场 医务人员发现 一名男子躺在村里的水泥路上 一动不动 他们马上把他抬上救护车 火速返回医院进行抢救 与此同时 御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也接到110转来的报警电话 正在赶往现场 由于正值中午时分 天气十分炎热 现场只有已经被晒干的两块血迹 除此之外 再没有别的任何痕迹 有目击者说 好像有一辆汽车通过 刑警们仔细查看现场 想辨别出男子是否受到了汽车的状态 而且现场一点刹车痕迹也没有 根据这个父亲老百姓走法 说一个车开特别快 咱们看这情况不像招式 刑警们只有对那两胎血迹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自从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张某的父母就赶来医院 一直守候在抢救室的外面 看着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的样子 夫妻俩还在纳闷 因为在来到医院之前 他们还正在另一个案发现场 在那个现场 夫妻俩因为和儿子失去了联系 报了失踪案 没想到被通知有个事故现场 让他们看看和儿子的失踪 有没有关系 现场只有一辆下壁车 是张师傅的儿子离家时开枣子 车子呆 儿子不见踪影 让人疑惑 两个小时以前 正在午休的5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 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当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 他一看是儿子打来的 可是儿子只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然后都说了一句 咋还跑 张师傅不知道儿子这句话是对谁说的 但明显不是对他说的 电话那头应该另有其人 我判断的清单都说了 他说咋还跑 这个手机上都无响 响了一分多钟 这我都得一分多钟 反正我回来我看这也是想 我心里都是乱的 我心里无响 这是都是乱的 回来我都把手机都关了 张师傅和老伴都是出租车司机 开了半辈子车了 凭着职业敏感 张师傅关掉手机后 又觉得有点不对 接着就打开手机 给儿子拨了回去 反正想着的 想着的通了的 通了的都是没啥不大分 都是只要十秒 都不话接通了 儿子的电话竟然打不通了 张师傅警觉起来 马上叫醒正在睡午觉的妻子 夫妻俩的心里开始慌乱起来 出租司机的儿子突然失去联系 交警又发现了什么线索 民警连续倒查监控视频 雨宴车为何顶着人狂奔不止 小瓜小葬 为什么会演变成一起 故意杀人案 两个家庭的悲剧 亲人如何承担这样的哀痛 罪恶的背后 第一集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张师傅的儿子重伤被发现在抢救现场 而另一个交通肇事现场 听着他开出门的车 两个现场之间距离不近 他们有没有关联 目前没有一个线索 这种财色一 可能是因为这个仇杀 二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 情杀 这种可能可能都有 看血迹情况可以分析到伤情比较严重 但是要想继续判断他怎么这个受的伤 还得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走法进行分析 进行勘察的刑警 对抢救现场周围的环境进行了详细观察 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医院里伤者的消息 因为当时咱们跟那个几个东西也联系了 他说是一种 就是属于摔伤 就是摔擦伤 然后导致这个 动脉下降大量出血 陆地步骨折 伤人很重 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招式 当时急救大夫已经说了 他这些人生命之危 现在是使用了呼吸机 如果说呼吸机一撤 基本就是死亡了 案情看起来十分复杂 案件是怎么引起的 反对嫌疑人又是谁呢 其他献丑妹 到底这个是凶杂烂 到底是这个秃材害命 还是侵杀 还是强劫 还是交通肇事 经过反复询问 那位报警女子终于说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细节 但听起来似乎又叫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辆什么样的车 为什么会在几点盖子上活着一个人 根据这条未经核实的信息 行径对现场又进行了分析 以现场为原点 向四周搜索 在二三百米外 是一条批发金 是进入董庄的必经之路 如果真有这么一辆车 一定会在这条路上留下痕迹 经过这个两栓血迹 咱们都是展开调查 以这个血迹为中心 往外扩 因为还有很多摄像头 批发搞批发的 咱们在这儿调录像 行径们挨家挨户的寻找 在一家商户的院子里 发现了离案发现场最近的一个探头 如果有车辆从门口经过 它一定能够拍到 这个是案发现场 可由于车速太快 从门口经过的时间又短 还是无法得到更多信息 行径又调取了沿途更多的探头视频 一条条辨认 监控视频验证了目击者的话 这辆驮制人的车极有可能就是嫌疑车 行径集中调取了五段探头视频 每个探头都排到了那辆 顶着人行驶的车 也指明了车辆行驶的方向 线索越来越清楚 接下来 行径继续找到嫌疑车的起点 以及嫌疑车自身的信息 继续倒查视频 根据这辆渔烟轿车行驶的方向 他们很快找到了最后一段监控录像 根据倒查的结果 嫌疑车的起点是玉田县城的一个交通枢纽 同过一路调取这个监控 一直把这个最终这个车辆 找到了这案发的第一现场 就是在这个我们玉田县 屋中大街工销大厦 而这个第一现场 就是张师傅夫妻俩看到儿子下离车的地方 现在在画面上已经能够清晰的看见 这奔判员赤着脚趴在这个前一车的车盖上 他的右手好像还抓着手机 试图正在打电话 左手死死地抓着雨刷器的位置 警警们又倒查前一段视频 继续追踪 在这个动作发生之前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概时间是在三点四十七分 二十嘛 就是刚才那辆那个棕色的雨垫交通 现在这两车应该是发生了一个小的这种证据 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前方这个车的驾驶员 先走下车 可能是他跟在后边这个车的驾驶员 现在就这样 画面显示 在大约三分钟之前 李某驾驶的雨焰一直紧跟在一辆下离车的后面 双方似乎有点小的冲撞 李某走下车与前方的司机交涉 喝酒了 喝了多少 大概有七八两针 当时我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撞不撞 他他他他他他他前面我在后边 他下来了 他是我撞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看 即使撞了也不会太严重 双方要是能够冷静的协商 应该很容易解决 可是事情却完全相反 我都记得当时好像他查我要钱 我没给 当时我有点懵嘛 我都假如害怕了 我都想走 想走却没走掉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李某根本记忆不清 事发的大部分过程 还都是李某的儿子向奶奶描述出来的 他说 你叔叔所以得跟我爸要二百 我爸给一百 他那这个花成我周一百块钱 然后要不要把他走 就能跟下来做大事 完了最初 这时候都爬上不下来 原来李某身背二十多万元的外债 房子和车子都有贷款 他不能丢掉货运司机这份工作 此外自己离异快一年了 白天要挣钱 晚上还要照顾孩子 他很在意自己的A本驾照 要靠他跑长途挣钱 因为自己酒驾 如果被交警发现 就要吊销驾照 A本就再也考不下来了 繁重的生活压力 低落的情绪 加上酒精的刺激 所有这些事情累加起来 让李某非常敏感 很脆弱 此后 李某完全失去了控制 一直开车顶着张某 狂奔到董庄 行警们把所有的视频串联起来 勾勒出一幅从公交大厦到董庄的草图 还原了事件的全过程 这个案发现场 第一现场到第二现场 距离大概有两公里 当时判断嫌疑人车辆 在最高的时候 还到八十百多 大概需要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到底是第二现场 整个过程中 雨燕像疯了一般 持续高速狂奔 张某一直保持着一个动作 根本没有机会调整身体 直到被摔倒的地上 因为当时车速特别慢 我以为没事 车在挫 车都在慢 他滑下去了 我以为没事 我都拐弯走了 二十号早晨 噩耗从医院传来 五月二十 上午八点半 全部走 张某的父母二人 在重症监护室门口 苦苦等待了三天三夜 仍然没有挽留住 儿子的生命 那你不接受也没得 你给他赶出来赶 你就是一个儿子吗 就是一个儿子 儿子还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 年轻轻 李某的母亲 深通势力 是他竭力劝说儿子 去自首的 可是当得知对方的死讯后 李某的母亲 一样悲碰万分 现在都是 我那时候要有后悔 我认识把我的命打下 我给他拿后悔 现在没有 你说人家也打二十八 是个当母亲的都知道 本来是一起很小的交通事故 可是由于李某酒后驾车 事情骤然升级 造成两个家庭的悲剧 当事人为了逃避 法律的责任 驾车 驼带 另一方当事人行驶 致使案件性质发生改变 就变成了 故意杀人 可能判处十年以上 有机途径 无机途径 和死刑 一顿酒后 把寡葬这样的小事故 演化成了故意杀人案 不能不说 给我们带来了 深刻的警示作用 首先呢 不要酒后驾驶 二一个律师要冷静 不要重够 交警通过处理交通事故 教育广大驾驶人 模范遵守交通法规 避免发生 再次发生交通事故 李某和张某 素不相识 因为酒后肇事 又为了逃避罪责 一场惨剧 疏然发生 而在千里之外的云南 同样是一场醉酒之后 也同样是 急于摆脱一场纠缠 内心的纠结 和酒精的作用 使王某 做出了一个 与往日截然不同的选择 繁华现世 难免情与法的冲撞 云云众生 常遭爱与恨的纠缠 酒色之困 财气之祸 那些平静的生活 如何打破 那些残忍的案件 如何发生 罪恶的背后 第一集 天王栏目 正在脱口 云南省 马关县 开狗肉馆的老臣 被害了 现在 坐在看守所里的王某 终于任性了现状 他将以故意杀人罪 被提起公诉 几杯白酒 经饮出如此严重后 王某悔不当初 云南省马关县 低处滇东南地区 这里不仅风景秀丽 物产丰富 当地的美食 也是极具特色 其中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便是狗肉馍锅 老臣和妻子经营的 那家三十年的狗肉老店 在马关为数众多的 狗肉馆中 久负盛名 外表 其貌不扬 生意 却异常火爆 2014年 1月8日 一大早 老臣的妻子 田嫂 一踏进饭馆里 瞬间 就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 惊慌吃错的田嫂 赶紧给自己的两个儿子 打了电话 祝福他们立刻报警 在现场外面 有一小拖席 罩里面 火还是燃着 然后那个 锅里面的水 还是热乎的 走进室内 民警发现 老臣身上有五处外伤 确定死于踏杀 当时判断了 这个人的死亡 时间是在凌晨三点左右 案发现场的地面上 有一把已经破损的板凳 这应该是嫌疑人 用来击打死者头部的凶器 而那把造成死者 下核损伤的锐气 民警却始终没有长到 就问他家 民警有什么丢什么 没有 就是一把菜刀 与菜刀一起 不翼而飞的 还有死者 陈某身上的 一千多元钱 难道说 这是一击 因为嫌疑人 建材起义 而引发的入室抢劫案 饭馆内一张餐桌上的摆设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有两道酒杯 有两个装剩 有面条 应该吃了一部分的碗 碗里面有 这个煎的鸡蛋 在碗里面 很显然 老臣在遇害前 应该正在与人吃饭喝酒 这准夜宵并没有吃饭 似乎应该是被什么事情打断了 走访中 民警得到一个重要线索 案发当晚 有一位邻居曾在睡觉时 听到狗肉馆里传出争吵的声音 邻居反映的这个时间 与此前法医判断的死亡时间十分吻合 老臣应该就是在这次争吵中遇害的 在晚上十点 到凌晨三点之间 究竟是谁进入了狗肉馆 他又为什么要将老臣残忍杀害呢 狗肉馆里 虽说老臣是老板 但平时照顾生意的 一般都是田嫂和两个儿子 除了杀狗之外 老臣更多的时间都在自顾自的喝酒 他是比较喜欢喝酒的 比较喝酒就是喝喝酒的时候 他脾胃也不算 这个脾气也不算好 动不动就是骂人 动不动骂人 所以他跟儿子的关系就不好了 他就爱喝酒 最主要的是他那个爱 他爱喝酒 基本上每一天都是在酒精泡上的 狗肉馆用的是老式的木门 在不破坏门栓的情况下 外人是无法从外面将门打开的 民警分析 在深夜里能取得老臣信任 令他打开房门的 除了他的朋友就是亲属 难道这起命案 真的与田嫂和他的两个儿子有关 调查中民警了解到 老臣与家人的关系有些紧张 就在案发前几天 他们还曾因为一块石头 抄得不可开交 把那些其他的邻居那里怀疑 会不会是他本人和两个儿子 把他这个老公的毛汉 父子之间的矛盾 街坊邻居都看在眼里 命案发生后 民警也听到了一些议论 但是从案发现场的迹象来看 老臣的摩托车被人推到门外 但并未骑走 而且他身上的现金也不翼而飞 倘若真是家人作案 那么以上的这些行为 则完全没有必要 除了家人以外 还会有谁深夜到访 民警试图通过老臣 那部摔坏的手机来查找线索 我们信息就恢复手机的内容 考虑有没有这个四发钱 有没有谁打电话 电话通话记录也没有 也没有着 平时他电话就很少 所以这个他记录很多 但是他的朋友很少 据民警了解 陈家总共有兄弟四人 老臣排行第二 前几年因为赡养老人 以及分配组屋房产的问题 鸡兄弟曾经对簿公堂 此后老臣和大哥四弟之间 几乎没有来往 只有他的三弟 偶尔回到店里吃饭喝酒 调查中民警了解到 三弟虽然偶尔回到店里来吃饭 但是这两兄弟喝过酒之后 也经常闹些不愉快 前不久 因为三弟在父亲去世后 没有分到土地 他还曾和老臣大吵过一架 这天晚上来到狗肉馆吃夜宵 并和老臣发生争吵的人 会是三弟 寂静深夜 三馆老板电动遇害 死因不明 一座夜宵 八九烟欢的人 竟然痛下杀手 熟人作案 一桩情感救世 能否成为破案关键 神秘身影 一波三折的探寻 如何让真凶现身 罪恶的背后 第一集 天网栏目 正在播出 当民警赶到三弟的住所 准备向其了解情况时 却意外发现 三弟已经离开了马关 经过多方联系 民警与老臣的三弟 通了电话 第二天一早 他便匆匆赶回了马关 竟核实 他的确不具备作案事件 插召真凶的工作 迫在危机 民警随即着手 对于老臣 有生意往来的社会人员 展开调查 同时 调阅案发现场 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 试图找出 有价值的线索 凌晨三点五十三分 一个黑影 出现在距离案发现场 不远处的一个路口 此人走路 摇摇晃晃 似乎是喝过酒的样子 根据此前 邻居提供的线索图 他在三点二十分 听到狗肉馆内 传出争吵的声音 并且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才停息 这是三点五十 然后他从现场 走入我们的镜头 三分钟 这个时间 应该可以够了 由于经过画面的质量不高 受害人家属 也无法辨认出 此人的身份 但是当他走进探头时 民警注意到 此人肩上 扛着一个麻袋 这名男子 一路向着出城的方向行动 当他来到马白小区门前时 突然将袋子放在了地上 随即便迅速消失了 虽然不知道 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但是从他丢弃的动作 民警分析认为 他很可能是要销毁证据 隐藏自己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这名男子竟然又重新反归原地 迅速拿走了袋子 他的这一行为 让民警感觉十分困惑 线索就此中断 留给民警的只有不解和疑惑 他诡异行为的背后 究竟是什么目的 在其消失的那十几分钟时间里 他去过了哪里 又做了些什么 在附近的一个加油站 民警果然找到了一个监控探头 这里清晰地记录下来 此前男子两次 走向马白小区的画面 凌晨四点二十四分 男子第一次出现在画面中 此时迎面走过来一个路人 当两人碰面时 他们竟停下脚步 聊起天来 然后我们当时就非常激动 我们说这个老头 就是我们破坏的关键 如果能找到这个老头 咱们就可能确定 那个犯罪行业到底是谁 他和老头有交流 你不熟悉的人 怎么可能有交流 可是当民警满怀希望 找到这名路人时 他竟说自己完全不认识 那名男子 他说你狗子的你昏了 我你都不认识 我说你妈我过来 我说你妈他骂我 我说你妈我又不认识他 他又说我 我说你妈我又不认识你 你怎么说我认识你 你说他说你杀了我 狗子的你昏了 他就是这样骂我 据这名路人讲 那名男子似乎是喝多了酒 在说醉话 漫一尾找到了破坏的关键 但竟是这样一种结局 这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线索再不封断 此时警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民警们反复查看着监控录像 试图再寻找出一些 有价值的线索 很快他们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男子杯子的口袋上 集会这个现场勘察 或者是这方面嘛 是不是有可能他看着 是一只改了吗 一条改了吗 是改了吗 随即警方对县城内的狗肉馆和市场 进行了大范围走法 最终他们找到了一个 在案发第二天收购了一只肉狗的伤犯 并根据此人提供的线索 成功将嫌疑人王某抓获 王某对自己杀害老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王某交代 案发当晚 他扛着偷来的狗 找到了老陈的狗肉馆 因为之前做过生意 老陈便将其带进了店里 谈好价钱之后 老陈执意要王某 等自己将狗杀完 才能离开 趁着煮肉的功夫 老陈做了面条和鸡蛋 两人吃起了夜宵 酒过三选之后 拿了钱的王某要离开 可是此时老陈依然拦住了他 等于说怕这个狗是偷懒的 人家煮人家找到灯后 找他麻烦来 拉扯中 两人都动起手来 在酒精的作用下 王某用菜刀和板凳击倒了老陈 在老陈倒地之后 王某跟用脚 弹住了他的脖子 最终造成老陈窒息死亡 行凶后 王某建材起义 拿走了老陈身上的钱 热血冲头 没有考虑 应该要承担 你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也没有思考自己要承担的 家庭的责任 也没有想社会的责任 所以导致了整个 残疾的发生 案件成功告破 每一位办案民警深知 失去亲人的痛苦 固然无法弥补 但是将凶手绳之以法 还他们一个平静的生活 是对这个家庭最好的慰藉 类似悲剧的发生 全是因为犯罪嫌疑人 酒后的行为失控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身处在时间和空间之中 人的选择也许一步之差 就会改变整个结果